回到這邊來看到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的解讀都不盡相同 比如說這半導體產業的分析師 陸行之他就有看法 他簡單來說就是 他覺得是台積電在幫郭董解套 他所謂認為說 台積電這回來了 包括了台積電主管員工生命安全的 重要還是股東權益重要呢 如果台積電不出手 這個死結打得開嗎 郭董會不希望台積電能夠推一把嗎 之前各個企業都在喊私下買疫苗 台積電為什麼悶不吭聲 不擔心員工染疫 造成全球半導體生產鍛煉嗎 搞半天不是不出聲 而是低調低調再低調 相信張忠謀夫婦也會支持的 好那所以呢 這個就有點比較類似上個星期 羅爾志的說法 他認為說會不會是郭台銘私下 過去曾經有請張忠謀一把 好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資深媒體王上志 他就認為說 沒有台積電是被蔡政府利用了 好他怎麼看 他說這完全不符合董事會應有的決策流程 也沒有上市公司重大的訊息發布 如何快速搞定八大文件呢 為什麼看不到相關的申請文件呢 郭台銘就要那台積電不需要嗎 為什麼都是政府代為發言解釋 擺明了是被總統府抓來利用 專破郭台銘的民間採購局 還有他認為張忠謀是否知道要支持 這個是主動參與或者是被迫入局 韋翰 來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除了台積電在6月10號有送件之外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沒聽說了啊 千惠你搖頭 搖頭表示說我們是局外人嗎 我是 我們只是不知道而已嘛 你問靠靠姐啊 你問靠靠姐有掌握這個獨家嗎 來看一下 6月3號的時候 我一講大家都清楚 來來 那個導播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6月3號八大工商團體跑到蔡總統的官邸 跟總統講說 因為需要有疫苗 八大工商團體是說要自費買250萬劑的疫苗 有沒有 這個因為我記得很清楚 觀眾朋友你可能沒看過 我現在跟你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一天八大工商團體說 我們如果沒有打疫苗 無法恢復正常的生活 我們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我們寧可自己要花錢去買 貴一點沒關係 請總統 請政府首肯 那那一天蔡總統的回答是什麼 他說明天就有日本疫苗要來了 就是6月4號 所以八大工商團體有沒有 有沒有說要買 有嘛 那各位 我們新聞大爆發的網友 那八大工商團體 現在我可以做個註解 你們叫做曾孝耶 因為你們是公開 而且上了新聞跟總統講 我要買疫苗的 沒有人理你們 沒有聽過了 6月10號偷偷送件的 現在說你可以去買500萬了 那八大工商團體 我再講一次 你們公開跟總統說我要買 那你今天既然開放台積電 為什麼八大工商團體 八大工商團體沒有加進來 對 郭台銘500萬 台積電500萬 八大工商團體250 OK啊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只有台積電可以破格跟總統見面 然後立刻就說開綠燈 好這第一點 我就不要浪費時間講那麼多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拖拉西 先把事情拖住 再把台積電拉進來 真正想買的八大工商團體 不要理你然後呢 稀釋掉郭台銘在這件事情上面 所可能被民眾的正面評價 我再講一次 因為他是國民黨2019的總統的黨內初選的參選人嘛 再怎麼樣他也是一個 看起來既是大老闆也是政治人物 跑出來選怎麼辦 2022幫忙站台怎麼辦 這種人就是一定要擋 就算擋不住了 也一定要拉一個人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說你看看喔 賓哥也好 賓醫師也好都很好 但是賓哥呢 自己要按卡嘛 他鴻海永齡的員工要打 也是謝謝啦 但是觀眾朋友 賓醫師他全部捐出來 他一切都沒有要拿 我們跟他拍手 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這樣拖拉吸 把事情稀釋掉 那台積電 來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 他到底什麼時候去送件了 現在說是6月10號 其實我很關注這一點 大家知道我時間控嘛 那所以6月10號的送件那一天 我講更白一點 曾馨穎都還有跑去送件 大家照相一下 旁邊站萬用可跟劉又彤有沒有 台積電是誰去送件的 台積電送件那一天 有沒有什麼證明 有沒有蓋章 收件人是誰 甚至有沒有監視錄影器 拍到有人去送件 我就覺得怪喔 來問一下這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賓哥跟大家講的 你是上市的公司 你董事會有沒有通過這個決議 這個至少要超過15億以上 因為你要500萬劑嘛 那價格可能在30塊美金 一劑左右 但你有沒有開過董事會 那我們當然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台積電 我連台積電補配料都沒有買 你可以後續跟大家講 我們提出的問題嗎 第三個台積電的發言人 也被媒體不斷的追問 我剛剛問的這幾個問題 他的回答只有一個 我內給大家聽喔 政府怎麼說就是那樣 九個字而已沒有了 連第十個字都圖不出來 沒有陰謀論 早在六月董事會中獲得支持 OK啦 所以就看看台積電怎麼跟大家講 我剛剛就講了這些點嘛 那我今天就問八大工商團體 六月三號就當面跟總統說 我們要買250萬 那為什麼你現在給台積電買 也給郭台銘買了 但是卻不給八大工商團體買呢 郭台銘是六月一號送件 台積電說是六月十號 那請問六月三號說要買的人呢 他們是怎麼樣 這講剛剛再講一次 他們是正效耶嗎 八大工商團體的250萬劑的 100多萬人的這些需求是正效耶嗎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台積電的這個說明 禮拜五聽到現在我還是一團模糊 我完全沒有反對台積電去買 但是台積電 根據總統府的發言人張敦涵的說法是 他是會繞開他有一些 也沒有辦法去 因為台積電的發言人 是說講他九個字嘛 你們到底會不會透過上海復興 他說我們 我看到有媒體報導說台積電他有辦法 因為他有晶片 暗示大家說台積電他可以 德國會破格啦 所以台積電他有辦法 完全不用管上海復興 跟德國總廠買這個是事實嗎 我們現在討論的基礎很空啊 因為台積電沒有給你足夠的基礎 讓你去討論啊 那郭台銘那邊反倒是清楚的 能不能買到我們後續再看 他就是用一種不直接跟上海復興買 但是也沒有完全繞開上海復興的方式 去找香港復興或者是瑞士復興 然後德國總廠會有一個佐證 Backup去證明他的那個疫苗是認證的 轉過頭來我要跟政府要求政府給我授權 因為真正最後簽約的還是政府 政府要去承擔 施打之後的所有不良反應以後的那些責任 所以BNT總廠或者上海復興 他們要有免責的合約 他們以後就不管了嘛 那這些過程當中 台積電跟鴻海永泥到底差別在哪裡 意思是台積電他可以完全不用管 上海復興喔 那這句我們沒有聽到劉德英同事長講 台積電現在也沒有更多的說明 但這些過程就是跟大家講 中間卡了一個八大工商團體 他們也要250萬 那為什麼他們跟總統當面都說了 他們現在既然決定要開放給台積電 為什麼沒有開放給這些 然後我剛剛第一句問千惠的問題 我前後再呼應回來 還有沒有人跟政府說過要買 然後說 你就講得一支長長 給你掙笑的 沒有要讓你出來 記得我剛剛講的那個拖拉西 那個西是西式的西啦 不是拉西拉跟西分遠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看的還是政治 並不是真的急著把疫苗弄進來 我們有莫德納了 有250萬了 我也看到很多人講說 袁醫師在這邊 這個是在MMA一樣的啦 莫德納跟BNT一樣了 有了莫德納就不需要BNT了 我們都是我一向都是冷眼旁觀這些事啦 就是說我相信蔡總統 他的心境轉變 也是有分不同階段的 沒有疫情的時候 國際疫苗甚至我看他都不積極想要買 有了疫情以後 他開始覺得必須要有了 那就是跟美國跟日本要 日本來AZ 美國來莫德納 但是有人是要買BNT 我就說嘛 早就有那個人跳出來 兩個問題問各位觀眾朋友就好了 如果上海復興當時並沒有買走 BNT在大中華地區的代理權 而是被日本的武田製要買走好了 我們會說我不要跟武田買嗎 他會打我不喜歡我不要 我一定要怎樣 我一定要跟德國聯儲 你會害怕透過那個代理上嗎 這第一個 如果提出說要買BNT的人不是郭台銘 我就講嘛 而是郭寬銘 而是張忠謀 那會不會怎麼樣呢 那現在回過頭來 台積電出現了 台積電一參與角色之後 總統立刻見面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6月18號 總統可以跟郭台銘還有劉德玲見面 那為什麼6月1號 曾欣銀送見的時候 總統不想跟郭台銘還有曾欣銀見面 這18天到底差別是什麼 對 為什麼拖這18天 你如果覺得這個企業有主動 你也願意幫忙的話 那所謂的政府願意授權給你這件事情 為什麼中間要拖這18天 拖 拉 吸 所以郭台銘沒變 變得是小英嘛 看起來是這樣 我的解讀是這樣啦 但是後續的話 我倒是覺得說 變數還很多啦 因為隨著莫德納的疫苗 跟AZ疫苗到了以後 民眾會開始忘記對BNT的這個期待 然後也會有很多網路的訊息 BNT打完以後哪一個國家 也死很多人喔什麼的 常常會有這些事情 會影響我們的 每天都有很多的風向 跟很多的看法 但是我還是那一句啦 讓民眾能夠有足夠的疫苗 而且可以讓民眾選擇疫苗 讓民眾能夠生存下去 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選舉那都是以後的事情 你想太多選舉的事情 你想太多這一些包含了 你3加11的4月13號的那個會議記錄 如果我是很希望讓大家知道說我沒有錯的 我自己公開都來不及了 還要反對公開會議記錄 那這是什麼心態 說因為已經有成立調查小組了 行政院調查小組跟公布4月13號的晚上的會議 這兩件事情 你有看到任何衝突嗎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 我是看完全沒有衝突的 你行政院要去查就去查 雖然行政院查也很怪 因為行政院查應該讓監察院 或者是要有調查權的國會立法院來查才對 我怎麼今天會去問有一個人 假如有人檢舉他說他是個會計 他好像做假帳了 有人檢舉他匿名 結果公司的陣風處跑過去問他講說 有人說你做假帳有沒有 報告我已經查過了 沒有沒有問題 你叫他自己查 你什麼要查出來 而且好 那就是調查小組的部分 所以今天民進黨拿說立法院超野協商 同意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講 所以4月13號的那個 4月1號是范雲委員的那個協調會 有那個錄音嘛 強烈建議開放3加11那是4月1號 4月13號的晚上開了那個 最後的決定的會議 那那個會議的會議記錄跟過程 應該要讓國人知道啊 你們都是公務員 耳奉耳陸 明指明高 媒體國會有權監督 我們的行政院的任何的官員 你們做了哪些事情 但是不公布 有國議員要求公布 還有60幾個委員舉手說反對 被點名的就是 3加11的建議者范雲委員 還有被污名化的萬華的委員林昌佐 你們兩個應該要趕快公布 讓大家知道過程 而且我再講一句 有很多人在那邊扯 說到底萬華是不是破口 這件事情我跟大家講 我不要直接去告訴你 是3加11造成萬華還是萬華什麼 那個東西 因為有人講說4月23萬華就出現例子嗎 原因是在這裡 我就問一句話好了啦 萬華人是怎樣 有住了一個奇異博士是不是 剛剛那個兵哥從這邊走掉 然後施老師要走過來嘛 你也要走嘛 對不對 那當你可以POL一下以後 我今天畫一個圓圈圈 我現在畫一個圓圈圈以後 我過去以後我已經到了英國了 然後三秒鐘以後 我再畫圓圈回來以後 不小心我身上帶病毒了 所以萬華就出現病毒了 萬華自己會出現病毒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從國外進來的嘛 你再往前推 就是因為我們的邊境管制 我們沒有入境普篩嘛 我今天不會直接告訴你 我也沒有那個專業說 一定就是3加11造成萬華出現 但是萬華之所以會出現 就表示說我們的整個邊境有破口 那邊境有破口 也是指揮中心的政策嘛 所以今天你就去好好檢討 這件事情就好了 東扯西扯 然後呢會議記錄還不因為公開 有人會用自己調查自己 然後呢要公開會議記錄還講說 因為已經有小組的時候不用公開 這樣子人民會相信嗎 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 完全不衝突的 可是卻把它參在一起講 當有人批評說 民進黨反對公開 4月13號的會議記錄的時候 他的回答 我看民進黨的發言人 言若方他想說 因為我已經有 要成立行政院調查小組了 這有衝突嗎 這有衝突嗎 完全沒有衝突吧 行政院調查就讓他調查 反正要兩三個月 現在現出時就趕快 你那個會議記錄 大家看一看 了解一下 施老師在旁邊的一場 這有什麼衝突 這跟有成立小組 有什麼衝突嗎 這個我真的是覺得 不太理解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